就是大著重的看了 因為他在我正對面 然後他看完牌 為什麼要嘆氣 結果想要聽聽看 就是為什麼妳抽到牌完 會有一個滿不爽的臉 如果一定要比相較之下的話 雖然差不多 原因是因為八號說 妳說一號嘛 就妳好像滿著重在一號這樣拍 然後可是我覺得一號 可能高機率是好的原因是因為 那不是有點比較不太可能嗎 除非小話有那麼老實 然後就抽到惡靈 然後直接嘆氣這樣 這不可能吧 所以我覺得應該 如果以一個正常的邏輯來說 一號可能我會先擺在後面一點 我一看到他我就嘆氣 因為我是 我就是育人家 然後我就看到八號看我 然後我就驗他 然後我就真的很怕驗到狼 結果他是好人 我希望妳真的可以答對 我是真的育人家 可是我位子不好 我不是第一個發言 所以我覺得你們會有人懷疑我 十號妳剛才有警示 我拿妳分票可以嗎 二十分 因為二號會看我 因為我 好 不然自己覺得我怕我會衝出去啊 可是我覺得十號是好 所以我會投二號 應該會投二號 因為他剛剛一直看我 他就講說 因為我不是第一個發言 所以位子不好 等一下一定不會有人信我 不是啦 妳好好講的話 妳幹嘛要管人家行不行 所以我覺得一號在我這邊 如果等一下後面 有人跳的話 我可能大概會偏向站 站後指揮圓家 我看一下誰要跳 因為在一號跳的時候 他說我驗八的原因 是因為我怕驗到狼人 所以我驗八 那請問 妳就算今天妳查到惡靈騎士 妳出局了 妳有疑言妳也可以講 所以我覺得一不像於圓家 再來他說二十分票 就是二都還沒發言 妳只是因為妳米牌 他一直看妳就要分他票 所以我覺得一不好